观众朋友大家好 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2023年的冠中冠 马开伦对阵小特的决赛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第一局 艾伦已经是顺利拿下 左上方顶带的长台准度稍微差了一点点 看下这一杆 包中带 好球 顺利保紧 篮球 右上方顶带 角度是不错的 好 顺利打进 看看左上方顶带的这颗 还有下球 吃酷 然后看看篮球有向下的角度 低分值彩球的话 咖啡也有连接 选低分值了 绿球 直接两库下来 好球啊 右下方顶带 这就叫到了 嗯 篮球留了一个偏直的角度 看一下这一杆 嗯 这杆左下方底带至少是有下球的 嗯 这杆还是能叫到篮球的 漂亮 黄球啊 黄球也有下球 嗯 这杆还是能叫到篮球的 漂亮 这杆还是能叫到篮球的 这样 咖啡球 两库赚脚 然后看一下下一杆 连接右下方底带 嗯 这就是 这就是 中带也有 选择中带了 但是中带这颗叫黑球很困难啊 反切右下底 哇 好球好球 小特这个准度啊 非常好 冲着今年的第四冠来了 右下方底带打进 还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黑球打进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嗯 一股弹起来 继续调一颗篮球 这根右下方底带打红K红 好 看一下这一杆 左边中带有下球 这个球形绝对是一个一杆超分的球形 是没有拿过来 所以我没有没有说明 为什么能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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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曲 左边中带 向上的角度推起来 调篮球 现在领先58 台面上还有67分 再打一颗 红球超分了 嗯 本球下方的这一颗 好球 顺利超分 这一根 一看看右下底 感觉不太好接啊 有难度的 嗯 好球 打进这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领先71 台面51 好 看看右下方底带 还有下球的来一根百分杆 顶一下 顶的不是太理想 哇 这一杆 绣翻了 这一杆太漂亮了 直接一杆翻带 还翻进了 干脆利索 小特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顶一下 好 成功的带活 至少这颗红球能打了 嗯 百分之安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有的彩球都在点位 好 转球 两户 调 绿球 调到了 绿球打进就单根破百了 嗯 好球好球 就爱伦这个现代的状态啊 不比英锦赛的第二阶段差 但是小特依然可以是轻松拿捏 说实话 小特绝对更胜一筹啊 当然即使拿到这个冠军 小特也超不过奥沙利文 因为贯中贯他的奖金不计入排名 再走 要中代 秀起来了 武库走位 漂亮 顺利完成青台 单干123分 小特拿下第二局 特拿下第二局 楼下第二局 上面